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官网 最近家住于航舱前的小胡在选择婚姻酒店时差点梦了 这年头结个婚竟然这么巧 他告诉我们自己结婚的日子在今年11月16日 所以元旦过后他就一直在舱前梁筑等地寻找合适的结婚场地 原本他还觉得自己的准备时间很充裕 想等等再签合同销售一席话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除了酒店 四大 化妆 摄影 摄像 私宜的行情更为紧张 一时半会敲不定主意 西宜的化妆师 摄影摄像等就没了档期 杭州网友琪琪也告诉我们 临近过年 同事们的婚礼是一场接一场 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宫位上的喜堂都快摆不下了 记者联系到一家婚庆公司的策划阿瓜 他们公司是一家独立策划师制度的婚庆公司 整个公司大概有二十来个策划师 去年一年在渔航做了几十场婚礼 最近一段时间 即使是深夜十二点 他都在忙着和新人们对接场部的细节和修改方案 这两个月 我们公司基本上就属于一场接一场的状态 最多的一周 整个公司二十来个策划师 每个人都有任务在身 一周共接了二十场婚宴 整一个忙疯了的状态 他还向我们透露 这不年前小高峰基本上会持续到一月中下旬 目前 他们公司最远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二零二五年二月 足足提前了一年时间 谈到选择婚庆的最佳时间 阿瓜坦言 这主要由新人的性格决定 有些新人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那日后的方案对接时间可能就会涨一些 有些新人对场部没有明确的要求 只有大致的风格喜好 那紧张一点提前一个月也来得及 最好还是建议大家提前两个月左右定好婚庆 除了百喜酒的人多 年前结婚登记的人也不少 记者从约航婚姻登记处了解到 最近几周 每逢周末预约结婚登记都已经早早爆满 甚至连春节后的第一个周日也只剩少数几个名额了 还有很多新人都关心的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这一天还能领结婚证吗 记者了解到 今年的二月十四日正值国家法定节假日 杭州市各婚姻登记处暂无开放计划 小伙伴们别跑空了 为什么新人们都扎堆在年前结婚 为什么大家都记在年前结婚 听不少结婚的朋友说 农历龙年 假陈年是一个两头无春的年份 也被称作寡年或者盲春年 二月四日是立春 大年初一在二月十日 二零二五年的立春是二月三日 过年则在一月二十九日 所以大家都赶着在农历新年前赶紧办喜事 在日常咨询中 婚礼策划师们也听到过关于龙年两头无春的说法 但更多的是新人的长辈比较关注 现在结婚的主要是95后和00后 他们自身对这种不是很看重 更在意的是婚礼主题 细节等等 都希望能拥有一场独一无二的婚礼